大家好,中国刚刚发射了吉林一号卫星,一箭五星 这个吉林一号卫星之前跟大家谈过 这是直播美军航母的一个力气 这算是一个神器 它能跟拍起飞的美国战机 甚至直播美国核动力航母入港 也展示出了印度本土的军事部署 让美国忧心忡忡 气得印度军方抓狂 7月3日,中国在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林一号宽服01B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它是宽服 它应该是150公里 就是说在150公里这个范围内 我可以跟踪这个目标,特定目标 此前中国商业航天独角兽长光卫星公司放出消息 2021年下半年,吉林一号将正式进入密集发射期 预计到年底载轨数量将达到60克 完成第一阶段组网 届时可以实现对全球任意位置30分钟内重网 此时一出呢,很多人都调侃 这下估计美国印度坐不住了 吉林一号作为中国第一组的正式商用光学摇杆维星 光学什么意思 它就只是通过它的光学影像来跟踪目标 它的本职工作应该就是帮飞机散能量 矿工化矿场 但结果就是直播美军和印军军事行动 首先啊,这个引以为傲的光学摇杆技术 咱们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 说到吉林一号这个商业卫星航天工程 很多人想的是这个买博对吧 他们应该是商业航天的一个领袖 但其实中国也有一家商业航天的公司 2014年11月 国务院正式发布了首个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这个政策 明确鼓励了民间资本进入 卫星研制发射运营整个产业链 从此呢,中国航天开放 然后不再支持国家队 那中国第一家商业摇杆卫星公司正式成立 它就是长光卫星 它是个商业公司 那虽然是一家新公司 但实力是非常强的 创始人叫宣明 是长光卫星之前 曾创建的我国第一个威星机械研究室 担任过神州五号 神州六号 有效载荷分系统的行政总指挥 在精密机械 以及航天领域有丰富经验 除此之外呢 长光卫星最大股东就是中科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这就是被誉为中国光学 事业摇篮胜利 它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你看它这个相关技术能力就非常强 简单说呢 就是长光卫星 虽然是一家商业卫星公司 但其创始人 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顶尖人物 就直接杜绝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这个毛病 就是它既是商业 它也是内行商业 再加上背后还有这中科院光学 摇篮旧知识 而是长光卫星 后续也没有辜负这些知识 准备用于国土监测 矿展开发 智慧城市建设 交通设施监测 农林业资源普查 防灾减灾 还有应急响应 民生领域的这个卫星 15年10月7号 由长光卫星自主研发的吉林一号 一箭四星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拉开了中国的商业航天 这个发射的大幕 而接下来几年时间 吉林一号多颗卫星连续升空 去年9月 长光卫星公司更是利用长征11号运载火箭 一次将九颗吉林一号高分 03卫星成功送出轨道 也创下了中国海上一箭九星的新纪录 这都是商业公司完成 而且还让这个 用于研究民用 服务于民用的商业卫星 总卫星数量增至25颗 它具备了每年覆盖全国七次 每年覆盖全球两次能力 这是当时的能力 虽然吉林一号研究项目是商业民用 但真正出圈了是中国的 不是中国 是美军 17年 吉林一号卫星首次公布拍摄一组 美国叫内利斯空军基地卫星图 图片中 基地的结构划分明显 各类战机型号更是清晰可见 什么意思 就等于是它这个 分辨率是非常高 而且是连这个机型 它这个编号全部能开清 这个时候一个商业公司 能拍出这么清晰的照片 那就是让美军彻底说担忧了 仅这18年是 官方微博就放出一段 吉林一号拍摄视频 也是中国网民说的 直播美国航母就是圣迭戈 军港全过程 这个就是伴随着技术革新 中国的吉林一号 在云中就发现了一次美个F22引证刃机 也让美国网友震惊 而在去年巴基坦更是向中国购买了 吉林一号卫星数据 来推测克什米特空置线是印军军营的精确位置 印军就直接跳脚了 其实吉林一号卫星之所以如此强大 世界顶尖光学摇杆技术功不可没 这里边首先解释一下光学摇杆 从字面一三看 就是遥远的感知 对吧 摇杆摇杆 对吧 那就是非接触 然后呢 远距离探测 获取信息 那光学摇杆就是它通过自己的这个光学的摄像头 来感知这个目标 根据探测方式不同 摇杆技术多样啊 蝙蝠的回声定位 对吧 声波 超声波摇杆技术 那车载雷达是微波探测 对吧 那就是微波摇杆技术 除了以上这些以外呢 还有紫外摇杆 红外摇杆 所以这个摇杆技术中的光学摇杆 就是很多人接触最深的一种 眼睛看见的光波 就可见光吧 它就是所谓的光学摇杆 说白就是利用可见光 成像原理把人眼看见的景物 真实的再现出来 简单说就是拍摄 你手机中搭载的相机技术 就一种简易的光学摇杆技术 光学摇杆卫星 就是可以理解 搭载一个超级上头 太空照相机 运动过程中 卫星不间断的拍摄定位情况 而获取实时信息 目前701号星座系统 主要由三类光学摇杆卫星组成 第一种就是光谱 类卫星 利用不同物质对光谱的反射能力 不同来区别影像内的物体 第二种就是视频卫星 可以回传动态视频 观测动态变化 之前长光卫星放出美军军港的视频 跟踪F2视频 这都是由视频卫星进行拍摄 目前701号视频卫星 分辨率大约是在一米左右 可以清晰记录下船舶飞机 乃是路上的车辆 除此之外 701号还有一类 分辨率极高的一类 它还有更狠 高分线 所以高分就是高分辨率缩写 701号的高分系列卫星 分辨率上应该突破了亚米级 以去年的发射红旗 一号H9卫星为例 采用了全球独创的大口径 大市场长距离轴 三反式光学系统设计 分辨率已经达到0.75米 能够清晰拍摄到公路上的斑马线 这是在太空中拍斑马线 更厉害的是红旗一号H9 拍摄宽差达到了136千米 这就意味着 这可以已经每天能拍到 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图地 这个拍摄量是绝对世界顶尖 而且是非常清晰 而且是这么大的面 一天全拍完 你可以想每天 对这个图片进行更新 这只是商业 你想想军用的是不是 它这个级别更高 就是每天每个人在干什么 其实你们家的车停在哪 其实中国人军方的卫星 现在商业卫星都能全掌握 除了以上这些能力以外 你看为什么中国说 你这个福岛核电站 那个废水排放这个事 中国说你不允许你排放 不是说中国不允许它 它就不能了 而是什么呢 我有能力监测你 你就不能 你一旦放了 我就可能把这个证据给全世界曝光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监视 我卫星监视 可以随时看到日本人在做什么 你看中国说这些话 背后一定是跟着自己的能力 一起拍套的能力在说的 G01号还有一项 极为神奇的技术 就是凝视拍摄 所以凝视就简单叫重点拍摄 就相对于一般光学卫星静态影像来说 凝视拍摄可以在短时间内 让多颗卫星同时拍摄一个区域 或一颗卫星连续跟踪拍摄一个区域 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多维度的拍摄目标进行分析 可以更准确的获取信息 把这个神奇功能 是在军上应用的话 就是被美军 被美军非常担心的 就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目标跑不了 要知道长光卫星计划中的 G01号卫星星座会分两个阶段建造 第一阶段是实现60个卫星载轨 具备全球热点地区30分钟内重访能力 每天可以观测全球范围是800多个目标区域 第二阶段是实现138颗卫星座 具备全球任意地点10分钟内重访能力 如果该星座计划建设完成的话 G01号将成为中国真正的天空之眼 名副其实的地球监测器 借时各国的军事行动 真有可能就是 你这个在那军演 我这边天上现场直播 但是光学确实可以 视频卫星直接直播了 虽然那个吉林1号多次拍摄到外国军事行动 但这个事件是纯属意外 它本质上还是个商业卫星 更多的又还是用在经济建设 也确实几百万平方公里幅度 确实这个地方有军事行动 但是更多的还是商业民用的活动 军事卫星拍摄比这个还要高清 还有详细 所以咱们不能说吉林1号就是军用的 它其实还是民用的 但即使民用这个级别 看来也是被美军害怕 你可以想中国的技术水平确实非常高 除此之外 吉林1号也已经参与到城市建设了 城市规划生态环境 比如播种啊